大家好,这里是佛之人频道,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9月30日,运势亦飞冲天的生肖,从此不差钱,生肖牛。 生肖牛的人在前段时间,真的过得很不如意,但是生肖牛的人,并不会因此而气馁的。 他们是真的,很有顽强毅力的人,从9月30日后,他们也要转运了,财运上面会得到,机会大翻身的,虽然不一定是真的出门捡钱,但是出门与机会,是有可能的。 生肖鼠,鼠年出生的人今生水和财局,一马兴走财六月,9月30日后,鼠鼠的人,将会天降横财,有不少赚大钱的机会,聪明才智将会得到充分发挥。 婚姻工,入手财博工,另一半是他们的贵人,桃花冲洗易得财,夫妻共同经营事业,更是赚得盆满钵满。 生肖马,生肖鼠马的人从9月30日,开始有好运到来,不仅在工作上顺顺利利,而且在正财稳定收入的同时,鼠马人天才也快来临。 生活注定赋予安乐,财博不缺。 此外,单身的鼠马人,也会在工作之余,遇到心仪的伴侣,开始浪漫的爱情。 生肖蛇,生肖是蛇的朋友,在前几个月失业一直都不顺利,赚不到什么钱,虽然付出的很多,但是收获的却少之又少,不免有些失落。 但是从9月30日起,就是他们的翻身之日,今天会迎来福星的保佑,寄予他们旺盛的财运。 钱财必定会滚滚而来,再加上迎来了旺盛的桃花运,必定会过得十分幸福。 9月30日以后的鼠蛇人,注定会是一个幸运儿,生肖龙。 生肖龙的朋友,天生的财运比较好,但是却在前几个月,没有什么较大的发展。 事业也停滞不前,9月30日以后迎来福星眷顾,之前的霉运一扫而空,直到年底都会非常地顺利,事业会一帆风顺。 做什么都非常容易成功,会有一笔不少的财富进入口袋。 单身的鼠龙人,还会有助不错的桃花运,闪婚是非常容易发生的事情,身边也会很多条件。 很好的异性朋友,好好把握机会,幸福就在眼前。 生肖猴,猴年出生的人运至墓水为喜,天马行运走横财,9月30日为正观正印之日, 表示属猴的人事业上机遇多,横财临头,常常会有重大奖的机遇,加上手气不错,投资股票基金能够一本万利,赚到不少歪快,财博工为深工化钱,表示属猴的人有地位,名利双收,生肖狗。 属猴的朋友到了9月30日后,会有各路基金帮助,红运到头,在事业上有贵人鼎力支持帮助,一切都顺顺利利, 正财横财一起赚,9月30日后横财如泉涌,必能收获千万财富。 生肖狗将迎来一马的照耀,无论在职场,还是生活上,它们都将迎来好运连连的运势,收入不断提升,家庭生活和睦温馨,总之一切都会发生很大变化。 人生走上另外一个高峰,老天爷都压不住,9月30日翻身报复的生肖,生肖羊属羊的人生性温和,心思细密,心态良好,真诚善良,无论在哪都能获得很好的人缘。 所以比一般人早成功,9月30日开始运势大旺,财运亨通,横财说来就来一千万,观音送子,喜事成双,俘虏双全,各个方面运势和发展,都开始变得顺利无比。 还有意外之财,长将临家门,顺利赚到自己人生的第一桶金,逆袭成为大财主,生肖龙,属龙的人,他们天生拥有机敏的头脑,并且善于理财。 9月30日喜鹊门前叫,横财来贵人道,大奖连众,想不富都难,好运不断,赚钱多多。 还能守住金钱财富,如果做事情不拘小节,对待朋友更是掏心掏肺,将有机会在职场担当众人,还能平级三把伙,开辟新领域,生肖猴。 属猴的人今年很忙,而且属猴的人今年也是非常的烦,遇到的破事非常多。 9月30日走狗使运,横财发800万,事业攀升,升职加薪,大富特富。 属猴的人会彻底转运,从此运气慢慢好起来,很快就能大发一笔。 而且属猴的人在事业上,会有很大的进步,从此不用再担心工作的问题。 生肖蛇 属蛇的人精明能干,脑筋十分灵活,遇到问题懂得灵活变通,智商颇高。 恭喜生肖蛇财博公,有吉华贵人和天华贵人相助。 9月30日开始财运大翻身,横财追逐跑,再穷也能富。 他们在今年事业发展顺利,得到领导贵人重用,赚得拨满盆满。 若是做生意的人,在合作方面节节报喜,财神爷环绕身边,轻松盈利。 如果凡事追求尽善尽美,苦尽甘来就不远了,福远好运不间断,大富特富,生肖蜀。 属属的人聪明无能,天资聪慧,财调出众,德财兼备,很有经商的脑筋。 这辈子必成大事业,做大老板。 9月30日喜鹊报喜,财神来送财,贵人登门,生旨加薪,好事连连。 鼠钱到手软,有望完美成功逆袭,生肖猪。 鼠猪的人为人坦率,心胸宽广,而且特别地幽默风趣,招人喜欢。 9月30日喜得横财,喜得大奖,喜得真爱,喜得贵子,富贵多金,好运不断。 鼠猪人会有最大机会发财发育,因为财人多多。 鼠猪人只需要发他个几笔,就能衣食无忧了。 家庭生活会越来越好。 生肖牛,鼠牛的人个性努力,能力也十分地突出。 再加上强大的开拓能力,事业会越来越好。 今年鼠猪人虽然有很大的压力,但是通过努力,还是会取得不错的成绩。 9月30日喜事临门,横财如雨下,接住富贵20年。 鼠猪人有印心相助,能力会快速地提升,更是有财心入命工。 事业上开始时来转运,整体运势加旺,工作更加地顺利。 未来定会裁员丰厚,收入大增。 生肖鸡。 鼠猪的人他们虽然比较固执,但在事业工作方面,他们也勇于尝试新的机会。 同时,他们行事谨慎,为人比较老实厚道,值得深教。 生肖鸡与天德极心庇护,天德属于慈祥和乐的贵人心。 是天地德秀之气,逢兄化吉之神。 恭喜他们。 9月30号,喜鹊门前叫,大财临门,横财大法,大奖连众。 他们在事业上,将会迎来发大财的机会。 加值其不凡的智商,往往在日后的人生当中,能占据先机。 只要不放弃理想,就能事业突飞猛进。 生以日益兴隆,财运随助事业的发展水涨船高。 日子越过越滋润,生肖虎,生肖蜀虎人,一直都是受到瞩目的行星。 特别是在今年蜀虎人,脱离太岁之苦。 人生开始迎来大展宏图的机会。 蜀虎人责任心强,遇事果断坚定,骨子中有不服输的尽头。 9月30号后,好运来,采了狗屎运,喜得横财其中奖,富得流油,好好把握,财富会快速增长。 名利双收,生肖马。 属马的人一生俘虏,瘦三权,少波折,多好运,命理自贷财贷贵。 9月30号后,财运滚滚来,接二连三中大奖,钱财数不清,功成名就,得财神眷顾。 收获丰厚,生活无忧无虑,好运势渴望子孙三代。 生肖狗,属狗的人他们穷得叮当响,每天心情地努力付出,却只换来微薄的收入,让他们感觉到世道不公。 9月30号,喜鹊门前叫,大财临门,横财大法,大奖连众,天财天福,天好运,发大财,富比财神爷。 他们的横财拟天,财富不断,运势绝对不能小瞧,好运谁也比不了。 生肖兔,生肖属兔人做事风风火火,在事业上很要强,他们有助很高的工作效率,在事业上也颇有开拓者的气质。 9月30号后好运来,采了狗屎月,喜得横财喜中奖,富得流油,有望一夜暴富,腰缠万贯,大运主事,财源广进。 会迎来难得的,时商生财大运,赚钱的门路打开,未来横财会不断收获。 拿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所求如意,逢凶化吉。 神志动达,幸福如意,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万事圣意。 财源广进,孝口常开,生意兴隆,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年年有余。 事时顺心,万寿无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留下自己的心愿。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 自立等人,打愿就可以实现。